羊肉湯市場飄香 適逢立東更是許多 陶客的早餐首選 一起床馬上要來喝熱湯 暖暖胃 羊肉片要煮嗎 要煮 傳統認為立東寒氣重 所以要不冬 加上天氣也有感降溫 東北季風吹浮 全台最低溫在新北十定 只有15.1度 而彰化花壇 這間羊肉湯店 一早就有陶客排隊 要吃羊肉溫補 像說今天天氣更冷 先來補一下 不想補一下 一天要補一下 要補一下嗎 同樣也是市場美食 嘉義牛雜湯 立東這天人氣也很旺 民眾在熱氣騰騰的大鍋爐前 享用美味牛雜湯 牛肉牛腥 牛腰牛肚 牛肝和牛筋 全牛大餐 濃縮出一整碗精華 他也沒有說立東 特別買多一點 所以我就買氣氛了 人也是蠻多的肉包回去 都包十幾碗 雲林只有疊成山 一樣高的蒸籠 放進鴨肉 先蒸後煮 姜母鴨肉質軟Q 店家原本下午 四點營業 立東提前預備備 備料也多三倍 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因為你當嗎 你當 準備的量大概怎麼樣 大概六七百份 比平常多多少 立東進步 除了喝熱湯 還可以吃生蔥 讓身體排汗 幫助氣血循環 此外若怕補過頭上火 還有人會吃甘蔗代替 持續入冬 同時也是進步最佳時機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